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姐弟恋应该是什么样的呢 三十弟弟吴磊和姐姐周宇童的爱情而已 讲述了一个清爽狗姐恋的甜蜜爱情故事 女子马拉松 其安排艺术的男人 我给你一分钟时间决定 带还是不带 这蝴蝶结确实有点不合适啊 是我们考虑不着了 哎呦 是不是好了很多 就是 女转往成功留在队里 咱俩约死困了 面对多次对自己表白 年轻帅气的弟弟吴磊 周宇童终于忍不住吻了他 两人在夜色下望我的热吻 体育职业经理人周宇童 初遇职业羽毛球手吴磊 他专业的态度 如温柔的笑容 一会儿回去之后 护山微信也不用觉得不礼貌 行 不用送了 随着两人之间的接触 情愫也在两人之间生长着 于是有了之前的表白 就是那种 吃个饭 吃个饭看看电影 然后玩剧本上干什么东西 周宇童欣然接受 吴磊在训练中受了伤 运动生涯也许会因此而结束 周宇童鼓舞他不要放弃 并承诺会一直陪着他 为照顾行动不便的吴磊 周宇童和吴磊开始了同居生活 两人以一个早安吻开始一天 临睡前还要有晚安吻 两人的关系可以说是如交似亲 久别重逢的吻 俗话说小别胜新婚 吴磊从国外比赛中回来 第一件事就是去见周宇童 周宇童其实也很想念他的小男朋友 他主动吻了吴磊 吴磊马上积极的回应 两人来了一个声吻 两人一起经历了失业的低谷 我从来没有想过 吴磊一场小块让你丢了工作 最不用那久的人就是你 善解仁义的姐姐反过来安慰吴磊 当姐姐知道吴磊内心深处最大的心结后 用自己的方式帮他迈过了这道坎 我们 结婚吧 两人心有灵性 同时提出了结婚的想法 甜蜜幸福的笑容挂在脸上 我们要结婚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